我们来补充一下声音的部分 那我们先找到声音 把它叫进来 你看我这里有海鸥有大海 我们就把它丢进来 好 那你进来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有告诉你 这个素材只有五秒钟而已哦 五秒钟 那怎么办 我们先把它丢进来试看看 那一般来说 因为像声音 请问你看得到吗 看不到 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比较属于 不是视觉上看得到的素材 因为在A里面 可能有一些包括注解啦 之类这样的东西 我们其实 我自己习惯上 我都会把它放在 下面这个涂层面板的最上面 因为以后要找就比较容易找 当然如果你觉得很多 那这样有点干扰 你也可以把它通通怎么样 拿到涂层的最下面 这样也OK 反正 你放哪边都看不到嘛 所以我们就看你放哪里 那既然它是声音 你先解决一件事情 请看这里 有没有感觉 就到五秒钟就这里而已 那可不可以把它拉长 这里 有没有发现拉不长 对不对 怎么办 所以有些同学就很聪明 这样一次不够 再丢一个 这样子 制作念不可活 为什么 因为你丢了十次 以后你有十个图层要编辑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不行 我们要换一个方法 所以你来这边 这个要由 这个专案面板这边来解决 所以你在你要处理的声音或影片的处理方式都一样 因为影片是不是有长短的问题 所以我按右键 有没有看到一家 interpret footage 我怎么样去解释 怎么样去诠释这个素材 这个man 你从这边进来 按下去 那各位 以前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 我想你应该知道 这个是什么意思吧 loop是什么意思 循环 对不对 好 那时间呢 时间是可以加 复数的吗 时间不可数吧 对不对 但是如果改成次数是不是可数 这样也了解了 所以呢 你今天 他预设是不是就循环一次 我觉得这样不够 那麻烦你帮我循环十次 有没有 这样五秒钟就变成五十秒 对吧 所以我按OK 来 这个时候你看一下这里 现在这个图长得不一样的哦 有没有感觉可以往后延伸的 所以你要从那边去做 这样子的话 你才会比较轻松 千万不要丢十次进来 那个是软体不OK才这样子 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先解决它长度的问题 第二个 声音是会有大小声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我们一般图层 它会有这种 是五大要素 可是声音有什么改变吗 没有啊 你看打开 只有audio 有没有就这个 因为声音大小声 单位是什么 是分贝 对不对 就是db 所以你要大声小声 你可以透过这一条 但是这样又不太视觉化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地方打开 这个 它会把它的波形 秀给你看 有没有感觉 这样看得出来 重复实识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在这里 一起调整 有没有感觉 我的声音就一起变大 一起变小 好 那请问 声音可不可以有大有小 可不可以做动画 比如说淡路淡出啊 大小声的调整 是不是都可以 所以呢 这个地方你看 有没有发现 又有马表可以按 因此如果我希望它前面 大声一点 好 我在这边按下去 好 这里 然后呢 到这边 是比较大声的 哦 慢慢大声起来 好 那后面呢 我希望它这里就不要那么大声啊 就小声 就小声 有没有OK了 那我们来试看看哦 各位还记得 我们上次有讲过 怎么预览吗 预览在哪里 在右手边这里会找到 如果你没有找到的话 你可以找这里 Windows就是所谓的面板 有打勾的 就是有打开的 如果你的没有打开 比如说这个万一没有开 你就从这边打开 有没有 一个叫Preview嘛 按下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播放一下啰 来我回到最前面 有没有感觉海浪前面这一个很大声 可是有没有感觉后面变小声 因为我刚刚这边有时间轴 我只有在这里变大声 后面是不是都小声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 不久 是不是有编号 这样有没有了解 所以声音的编辑 虽然AE的功能没有很多 但是基本的按钮 然后基本的按钮 做得到 这样我回到自己前面 都是有特别大声音 这样自己的声音 一变化就不会怎样 固定音量 然后就会有 那一个声音 都变 好 其实是什么 OK 所以这样对声音 有没有问题了 给你试看看哦 好不好 我们里面有两个声音 你可以玩玩看 对吧 对吧 谢谢大家